之前感觉乌斯曼打的太龟了 只学到了罗美罗的龟 没学到罗美罗的大炮和搞笑幽默 现在他挺身而出接下狼王 再来看他的巅峰时期 就让感觉他的身影有点帅气 既然他如此爷们 现在可以接纳他为罗美罗龟派门下大弟子了 回顾一下 他与年轻后生时期的巴主一场对决 巴主的比赛经验正好是乌斯曼的两倍 18-1的战绩非常漂亮 但乌斯曼是大大的上狗 龟爬开局非常帅气 26岁的巴主也只会一手小刺拳 此时他的胸部还没有发育 所以右手拿得非常高 护在了下巴上 没有护在胸口 乌斯曼的拳上挺高 他先扔一个下潜的假动作 看到巴主有千百拳的反击 立马又做一个下潜的假动作 然后扔了一个后耳拳出去 思路转换的挺快 拳上虽高 但是他的脚法不太行 他的两个膝盖拖累了他 他的步伐跟不上拳头 脚底板拖着地走 所以他的后耳拳命中率非常低 他针对自己的两个破膝盖 开发出了双架次权 弥补了自己后耳拳命中率 较低的缺陷 小龟此时非常奸诈 又假装被替当 裁判是小布洛克莱斯纳 当场宣布他扎伤 小龟又马上百分之百回血了 果然是扎伤 乌斯曼具有罗米罗的奸诈 却没有罗米罗的搞笑 还是直接爆摔吧 膝盖是坏的 做不了下潜爆摔 直接去抄一条单腿 把对手给举起来 再来两个三点顶席 这两个顶席不犯规 之前格拉索VS子弹那期 解释过规则 没看过的同学可以温习一下 乌斯曼摔不倒对手 直接使出了龟派磨笼子 磨笼边这一块 乌斯曼可以说是 轻出于蓝而生于蓝 比罗米罗过分多了 经常把人顶在龙边 磨得都快睡着了 少女的菊花都被他的膝盖 顶膝顶得骚痒了 实在是受不了了 虽然八主相貌英俊 但毕竟是个钢铁直男 如果换卡文顿来 一定会爽得不得了 一脸痴汗的乌斯曼 好像也很享受 磨了得有将近两分钟 终于把八主放倒了 八主扑腾起来 还要使个推锁 但是乌斯曼对所有的锁机 都非常有耐心 他的反应不会特别激烈 从来不主动送给对手任何机会 你锁着他 他就陪你耗时间 反正他在优势位 时间消耗的越多 对他越有利 八主是毫无还手之意 被这个黑大汉玩弄于鼓掌之中 又要来个十字鼓 乌斯曼蹲在那里 一点也不慌张 他一共才打过十场比赛 但是心态也太成熟了 一点也不受干扰 第一回合打得有点无聊 八主被屈辱的摩擦了一整个回合 英俊的面庞上被摩擦了一连血 第二回合八主还是顶着小刺拳 结果点不过人家 乌斯曼的前手刺拳又长又远 但是他的后手拳还是打不着人 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动作是分离的 表面看他的表情非常凶狠 严肃认真 但其实是他伪装的表象 如果他有一副铁膝盖 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 他现在的膝盖是上学的时候 练摔跤练坏的 乌斯曼的后手拳 跟腿王的前摆拳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他们俩特别爱出的一个技能 但是命中率都不足20% 但八主还是被他的气势压制住了 换次拳也换不过 又是一个大摆拳轮空 扇了一阵飓风 吹到八主的脸上 八主像是被插眼了一样 不知道是这阵风太大 还是拳套的边缘擦到了眼睛 小龟自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赶紧趁你兵要你命 彻底爆发 就是这后手拳命中率还是上不来 太感人了 看着都踢着累的话 他自己也有点尴尬 空拳太多了 还是直接来最擅长的搂抱吧 搂了一会儿 还是不死心自己的后手拳 分开又打空了 他也是服了自己 最后再试一个吧 结果这一拳真摇中奖了 这一拳给八主打的 这么英俊的面庞 瞬间被打得老了十岁 中了大奖的乌斯曼 瞬间嗨起来了 灰的小狼的拳就冲上来了 还干了好几家后脑 后脑剧痛的八主卡文顿上身 瞬间使出了卡文顿战法 裤裆仓头 保护住了自己的脑袋 乌斯曼又使出了罗美罗战法 与之对阵 也开始疯狂的击肾 但是走了几下没啥效果 威力跟他师傅比起来差太多了 他是走不出来一个晚大的坑 赶紧听从边角的建议 准备做个墓村 也没做成 被八主逃出来了 又开始顶肩膀 他这是纯纯磨点选手 没听过谁KO对手肩膀的 八主跟他打一场比赛 是遭老罪了 起身之后一记后手拳 干到龙网的横梁上来 这准型没谁了 他这后直拳 是30年没修过的鸟居 准型完全给拆掉了 可能就没安装 第二回合打完 场一美国谢广坤 给八主检查伤情的 这场一是谢广坤同款地中海 比赛继续 乌斯曼一个前手打大腿 这回彻底暴露了 罗门大弟子的身份 这也就是什么招 闭着眼睛往旁边看 打了一个前手狗斧 我最开始学拳的时候 打实战也是这样 闭着眼睛打 是不是乌斯曼的比赛太少了 他也不会打狗斧拳 他在管里还没学到这一课 或者是他在用 罗门罗的看飞机战术 但是低配版本 应该是第二种情况的 可能性更大 乌斯曼又暴露了 还使上小五步了 还只下打上一个小勾拳 八主挺惨的 简直就像被职场霸凌一样 卧槽 这又是什么招啊 排山倒海 抓奶龙着手 可是八主现在还不会护奶呢 这应该是龟派祖传大招 龟派七公波呀 七公波还是无法拨到对手 继续暴摔吧 乌斯曼给八主来了一套 299元的强制消费按摩项目 八主把狱卒伸到乌斯曼的嘴旁 想抵挡乌斯曼的强制消费 抵挡失败 还马上被抽打臀部 作为惩罚 沾点小变态 八主的求胜欲还是可以的 又拼命挣扎站了起来 累得不行的八主 终于两个手都掉下来了 由此诞生了护奶报价的雏形 原来带刺少女是乌斯曼给打出来的 又使了几套双龙出海 乌斯曼越打越高兴 一点也不累 因为压着人打 自己的呼吸节奏是正常的 对手的呼吸节奏是乱的 自己确实是一点也不累 小鹰也是赶着人走 夜魔也是赶着人走 还有小麻 大麻 卡文顿 这些人其实全是压着打 所以他们的体能看起来 好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安 事实上压迫打法 就是很节省体能 对手累得更快 所以我个人感觉黑龙的体能 才是真的好 他一直是被追的那一个 他五个回合 最少得绕着笼子跑了个十公里 他时不时还得出拳踢腿 这体能也太强悍了 剩十几秒了 八主终于命中几拳了 可惜比赛已经结束了 比赛结果两个裁判30比26 一个裁判30比27 乌斯曼完胜 打完这场 八主被揍得老了十岁 但是因祸得福开发出了 带刺少女战法 最主要的是 他学会了压着打 体能调得慢的核心要义 这个是最重要的 后来他升到了中量级 战绩打得非常漂亮 只有打佩雷拉那次 是被清晰的终结了 跟黑行星那场打得非常接近 据说乌斯曼和齐马耶夫这场比赛 胜者就能得到挑战权 如果乌斯曼赢了齐马耶夫 二番战还能把八主给暴揍一顿 卫缅战会不会跟他的好兄弟 黑龙对上 不过这场对决促成有点难 两个人都得赢好几场比赛 当年他们非洲三结役 三兄弟都是张飞肤色 老话说的好 人中张飞 马中赤兔 他们哥仨 个个看起来都无敌了 结果三个人的王朝 都迅速消失了 UFC这个连续剧真好看 剧情天天出人意料之外